女主怎么也没想到 那个和她定下了婚约的王子 竟然喜欢上了王妹 更离谱的是 自己只是看了一眼激情的骨骼现场 她就被王子诬陷成行刺王妹卫 说不清理的女主只能开始逃亡 可没想到王子为了杀人疯狂 不惜亲自带兵追杀 面对王子的崛起 女主眼神里饱含悔恨 回忆起了那晚王子的求婚现场 因为出生军神家庭 女主从小就爱动刀动枪 是一个平时冷冰冰 却在战场上为杀戮而兴奋的疯子 因此她遭到了不少外界人的嘲讽 可女主并不在乎 这一切都只因她有一个温柔体贴的王子殿下 但直到此时此刻 她才看清眼前王子的丑恶嘴眼 是个连亲妹妹都不放过的人渣 她直言给女主最后一个机会 如果女主选择保命 她或许还能大发慈悲 受与女主抚养孩子的荣誉 当然这里指的孩子 是王子与王妹之间的孩子 这口气女主实在忍受不了 她顺发技能直接挣脱了士兵的控制 刚想给王子脑瓜一剑 却不料王子极限转身震飞了女主的剑 为了不受屈辱 女主直奔城堡的屋顶 与其被别人主宰生命 那还不如她自己来 女主解下发呆 说着不是你甩了我 而是我甩了你 接着后仰跳了下去 可没想到这王子杀极了眼 为确保不给女主一线生机 她吩咐士兵射箭 还投来了一把长矛 在感受死亡来临前的一刻里 女主十分懊悔 如果那个男人没有成为她的未婚夫 如果那天她做出了不同的决定 如果还能有下一次做出选择的机会 这一切就不是这种悲剧结尾 恰好这时眼前的时钟来到了十二点整 她开始奇迹般的倒转 紧接着女主眼前一黑一亮后 她睁眼看见了本该死去了的父母 听着他们说今晚是王子的十五岁生日晚宴 女主这才明白过来 她回到了六年前与王子相认前的一刻 眼看王子就要走下台阶 女主无比震惊 只要和王子对上一眼 那一切的悲剧就开始了 可女主越是刻意躲避 就越快被王子注意到 大感不妙的她开始逃离这个宴会 来到分岔路 暗上一世的记忆 她知道左边是画廊 右边楼梯顶部就是王妹的卧室 也是在那熟悉的地方 她看见了王子和王妹搞在一起 正因撞见这股客画面 才导致后面的悲剧发生 女主冷静下来去到阳台松口气 正当她在假设一万种 躲过王子求婚的方法时 王子竟然追了出来 眼看她掏出玫瑰就准备求婚时 女主直接打断师父 一路狂奔回到了宴会里面 不经意间 她竟然踩中了一条蛇形生物 可一眨眼对方又不见了 正当女主以为出了幻觉时 身后的王子气冲冲走了过来 女主害怕的一边后退一边思考对策 突然撞到身后有男人 她看都不看就抓起对方衣服 向现场的人宣布 这是她一见钟情的人 以后要和她结婚让她幸福 见此情况的王子眼色阴冷了起来 对面那个男人 可是她也不太敢招惹的人物 见空气突然安静 男人这才有所动作 他竟然答应了女主的求婚 可听到声音看到人后 女主彻底慌了 眼前的男人可是上一世的大反派 拉威帝国的年轻皇帝 也是世人都恐惧的龙帝殿下 那一年 他利用压倒性的力量 让整个王国陷入一片火海 可眼前这个看着人出无害的男人 真会是六年后 杀伐果断的混世魔王吗 此时对方求婚宣言说了一遍又一遍 女主已经大脑荡机放弃了思考 等他再次醒来时 已经在一张大床上 看见女主已经恢复了清醒 龙帝又再次跪下 正是向女主提出求婚请求 但女主还是不敢相信 眼前温柔的男子 会是他之前对战的大魔头吗 也是因为自己 龙帝才会撤兵回去 这狗屁王国才存活了下来 到今天再回想起这事情 女主真无语自己的脑残行为 看见曾经那个凶神恶煞的龙帝 现在变成小奶狗的模样 女主有些适应不过来 可就在女主眼神躲避的瞬间 龙帝一把就抱起女主 因为有留意到女主还没穿袭 这种事情就得让龙帝亲力亲为了 就在满平甜蜜的时候 王子带着士兵闯了进来 他则问龙帝作为一国皇帝 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女主可是他的未婚妻 这在贵族的内部圈子里 都是众人皆知的 而昨晚只是走个流程 女主后知后觉 原来自己被父母卖了都不知道 这时王子进一步威胁 他要以避免邻国侵犯王国的嫌疑 将龙帝驱逐出境 可龙帝反倒不慌不忙 抱起了一旁的女主 眼见王子就要有所行动 龙帝散发霸气震慑完众人后 抱着女主一步一步走出了房间 为了少生事端 龙帝一个顺义技能 就回到了他的船上 接下来他会使用魔法加快传送 争取两个半小时内回到帝国 在船上 龙帝给女主准备了各种精美衣服 虽然女主好奇 他为什么会有这些存活 但这比起不安好心的王子 起码安全好几倍不止 后面看到龙帝一个响指 就变出一个蛋糕 看来这就是原因了 不过女主还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龙帝对这场婚姻 是不是认真的 毕竟自己也就十岁 龙帝直言女主就是理想型 不仅魔力充沛是个人才 长相甜美也是个美人 更何况是女主提出的求婚 那不就意味着女主也爱他 这不就你爱我要我爱你了吗 女主顿感不妙 也只好说出原因 是为了推脱王子的求婚 而不得已的行为 这时空间突然扭曲 一只小白龙飞了出来 他嘲笑龙帝自作多情 那个又年轻又有潜力 还能看见小白龙的女主 怎么会主动爱上你 这气的龙帝一个巴掌 把龙神扇飞 今晚就吃火烧龙头 女主听后若有所思 没想到传说竟是真的 爱与大地的女神克拉托斯 逻辑和天空的神拉威 从神话时代开始 他们就在人类的战争史中 存在过一千年 其中克拉托斯王国 是一个伟大的魔法王国 它的大多数人天生都有魔力 相比之下 拥有魔法能量的人 在拉威帝国中很少见 但是那里有龙 弥补了与魔法王国的差距 这是女主没想到的 原来神还一直活着 因为女主不仅能看见龙神 还能与其对话 龙神十分满意 只是有些担忧龙帝19岁了 女主才十岁 但龙帝觉得这不是事情 毕竟当年他父亲四十岁 才娶的十六岁母亲 但女主还是不能同意 十分抱歉辜负了龙帝这份真心 听后龙帝略显失落 表示这辈子都不会忘记 女主名字的 等一下他就把女主送回去 一提到回去 女主才想起来 家的那边更加危险 相比眼前这个 有些痴情的龙帝 女主犹豫再三 最终选择了刘夏 前言撤回 陛下 我如果是否结婚 改变 改变 还怎么都没想到 重生后自己的最大障碍 竟然是帮助龙帝陛下 破除主动 只因他年纪轻轻 就克死了全家人 而且死状一个比一个离谱 在他十一岁时 第一个哥哥突然病死 第二个在浴缸里面被淹死 第三个无缘无故上吊自杀而死 第四个早上洗个脸的功夫 突然被水枪死 一直到他的九个哥哥 结果都毫无例外的死绝 因为凡事能阻碍 帝斯登上王位的人 都会在他生日时离奇的死亡 女主听完顿时被震惊了两年半 好在自己是龙帝陛下的未婚妻还是女 应该没有影响吧 可说着他们就遭遇到海盗的炮弹袭击 好巧不巧的是帝斯还运出来 既然如此 这次就换我来保护陛下了 只因他没有回头路可选 回去自己的帝国也是个死 还不如把希望放在被诅咒的皇子身上 说吧 女主就飞到航母的前面 使用强化魔法将整个航母举了起来 紧接着一把抛向空中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下一秒 一颗炮弹急速飞来 女主直接一拳将他整个轰碎 等女主再次回到航母上 他们已经回到基尼泰美的港口旁边 女主连忙告诉手下 帝斯陛下运传的消息 让他们快点过来把人抬走 然而帝斯前脚刚走 一个自称是帝斯未婚妻的候选人找上女主 因为他怎么都没想到 帝斯真的找了一个十岁小女孩当未婚妻 但他是不会放弃追求陛下 让女主等着他还会再回来 女主顿时明白过来这是他的景点 不过让女主好奇的是 他明明记得上一世的索菲亚 为了成为帝斯的未婚妻不择手段 不仅将其他的候选人全部杀死 甚至放火烧了整个皇宫 最后为了洗脱嫌疑在皇宫里面自杀 可现在她的性格 根本和自己印象中的不一样 想不明白 女主便不再多想 反正自己拥有前世的记忆和不俗的战略 根本不怕索菲亚的突然袭击 与此同时 经过两个半月休整的帝斯 也终于回到女主身边 原来他当回来不久就被送回了帝都 可谓和女主相隔数百公里 不过帝斯这次过来是为了接女主回去的 只因他发现女主被贝尔侯爵囚禁 女主顿时联想到贝尔侯爵可能要造乱 说不定还是他袭击了我们 听完女主的分析 帝斯瞬间来了兴趣 还是头一次有人敢挑战诅咒的皇帝 听到诅咒两次女主不禁好奇 以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才让你这么不受人们的爱怜 虽然帝斯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但接二连三的恶好 让亲哥哥和皇帝感受到恐惧 于是寥寥草草的将皇位帝给自己 然后选择立马跑路 就这样被诅咒的皇帝因此诞生 不过有一点让女主不明白的是 在未来帝斯还是将 自己的亲哥和同父异母的弟弟处死 这里面肯定还有自己不知道的信息 他询问帝斯 你不觉得这不公平吗 你的家人和帝国对待你的方式如此的不公 可帝斯表示着没什么 我是龙神咆哮的化身 生来就是当皇帝的料 他们是我的人们 同时也是我的家人 我必须保护他们 如果否认这一点 就说明我被命运彻底打败 而且现在我也不用再担心诅咒的问题 只因你能看见拉威 那就代表着能获得拉威的助力 之前自己一直没有娶妻的原因就在这里 只因在你没出现之前 我找过无数个十四岁以下的女孩 结果他们都表示看不见他肩膀上的拉威 这就意味着他们不能破除自己的诅咒 也就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妻子 至于外面到处传言 自己有多少个我的未婚妻候选人 其实都是为了争权夺势吧 不过我们应该可以在一起三年 而不用担心诅咒的事情 虽然女主知道蒂斯有所隐瞒 但没想到还是告诉自己这么多 不过现在当务之急 是解决贝尔侯爵接下来引发的混乱 防止蒂斯的进一步黑化 女主当即乔装打扮了一番 结果却无意间看见神父串通贝尔侯爵 要利用自己的女儿索菲亚杀死所有的后凶者 女主见状当即选择美女就美女 和索菲亚一起被绑到一个杂物间当中 因为想一个人打败一城的士兵根本不现实 抛弃且心存善良的人 所以未来发生的事情 肯定和她父亲贝尔侯爵有莫大的关系 说不定和未来恰恰相反 是贝尔侯爵策划杀死所有的后选者 索菲亚一时间接受不了才选择自杀 而也就在这时 又有两个人被绑进来这里 女主看见顿时热泪盈眶 因为这是她前世为数不多能值得幸运的战友 六年前就失败了 很多人 六年前就回到六年前就回到 第一次想起来 这是这次 女主再次遇到六年后的战友 为了保护大家女主不装了 直接暴力帮大家卸下了手上的钢铁夹锁 众人交换情报后得知 有贼人伪装北方士团士兵 又劫持侯爵千金当人质 并占领了港口 苏菲亚只想知道 这起骚动是不是龙帝带来的女孩策划的 只因刚才抓的人是这么说的 这下卡米拉总算看清事件全貌 侯爵为了镇压骚乱 必定会出动四人军队 一旦隔城北方士团就得被迫撤走 龙帝也会因此受到牵连失去民心 万一苏菲亚意外生死的话 侯爵就有正当借口造反 但问题是就连这伙反串的贼人 都不知道那位女孩在哪里 不出意外那位女孩也只是被冤枉 而这场骚动最大的受益者则是侯爵 恰好今天北方士团防守最为薄弱 他们猜到贵族子弟提前被人收买 所以全都不在 剩下的只是他们这些没有后台的平民 现在只是因为那个女孩没找到 所以才放任他们不管 但很快剩下的人都会被秘密处死 苏菲亚却打算亲自向龙帝报信 其他人只需要找机会逃走 他身为龙帝的茶友不会轻易被杀 并相信龙帝绝对不会对此事置之不理 女主看出苏菲亚其实内心也十分害怕 随即联想到他所知道的未来 原来卡米拉和吉克去到他国家的领域 大概率就是因为今天 为了让他们逃走苏菲亚选择独自留下 最终被侯爵设计成情杀自焚事件 替自己背过 女主不再隐藏身份 坦白自己就是被当作间谍的那个孩子 敌人没发现他的位置就是翻盘底 他保证会救下北方师团和苏菲亚 并重新夺回港口 因此苏菲亚是此战的关键 一旦他死了也就结束了 但女主答应会保护他 所以需要苏菲亚事后告发侯爵 如果他做不到的话 迟早也会被侯爵处理掉 苏菲亚也想知道一件事 女主为什么要救他这个情敌 殊不知女主目前还没有爱上龙帝 目前他们只是形式上的夫妻 彼此还不存在恋爱感情 但他不会因此背叛龙帝 因为他发过誓会让龙帝幸福 此时龙帝已经打算搞恐怖政治 虽然他知道女主肯定不喜欢这样 但只要女主没事 其他人全都可有可不 反正侯爵也只不过是个妻子 龙帝本就打算利用他调查黑幕 刚好也能趁此机会杀鸡紧后 还能将侯爵的领地内为己用 甚至认为侯爵家族一旦垮胎 对苏菲亚来说 或许死在这里才是更好的结局 殊不知妹子答应事后告发猴爵 当务之急是从这里出去救出北方师团 据说此刻他们都被关在教堂 但怎么出去是个问题 女主表示这个简单 很快女主跳窗进入教堂内部 能徒手接大炮的她对于枪支弹药完全免疫 只用两秒半就将看守的费人全灭 女主不忘帮龙帝说话 表示是奉龙帝之命前来救人 背后的主谋是侯爵自导自野 只为动摇龙帝的根基 众人被这一通演讲激起了斗志 龙神看到之后立马回来向龙帝报告 她的新娘是真牛逼 靠自己的力量脱身之后正在与敌人交战 还帮龙帝博得了人心 但也多亏了女主的出现 龙帝终究不用搞什么恐怖政治 也不会因此成为被大家讨厌的皇帝 却不料侯爵还不敢休 专门派手下想要带龙帝去避难 龙帝哪里又不知道 那只是侯爵没想到北方士团能夺回榜口 所以才来故意将她支开 然而很快贼人的头目终于出现 并要求北方士团交出间谍女主 不然他们就放火烧了整座教堂 女主却早已等候对方多事 她吩咐众人把自己双手捆住 并偷偷吩咐了几个特别任务 随后才被带到贼人面前 对方已经做好准备 杀了女主就立刻开船逃跑 此时对方收到联络 港口的船只已经全部被破坏 这下他们无路可逃 头目被制服却也丝毫不慌 只因神父正打算偷偷暗杀苏菲亚 索性也被一直在低防的极客成功阻止 头目见大势一去 希望女主能放了她的手下 谁知侯爵人狠话不多 直接带了私人军队进行屠杀 不仅如此还叫来巨龙 要将所有人都赶尽杀局 女主让大家禁述到教堂避难 她却死守门口没有离去 只因一旦她躲开 教堂就会瞬间在龙岩之下 化为一片火海 谁知下一刻飞龙突然就降落千杯地表示臣服 龙帝没想到的是 手下的反骨侯爵 竟然妄想操控龙族袭击他的龙妃 只可惜在龙帝面前龙族唯有臣服 龙帝不顾众人的目光自顾秀恩爱 侯爵还不肯放弃 继续污蔑女主就是他国间谍 如果龙帝愿意 侯爵不介意向周围人解释 女主只是被贼人利用的可怜人 而北方士团则是被污蔑成贼人的弃子 却不料龙帝直接展现皇帝威严 当场收编将搞事的头目 当作刚上任的北方士团士兵 不仅如此 他还知道挥下所有士兵的名字和长相 而作为龙帝部队的一员 侯木有义务向龙帝报道他所知道的主谋情报 只因女主不希望他大搞恐怖统治 因此活命的机会只有一次 侯木认清刑事当场反水 带着全体手下向龙帝行臣子之礼 并指出侯爵就是本次事件的幕后主使 也就是说女主是无辜的 他说过如果女主无辜 那侯爵就别想好 龙帝霸王色霸气一出 侯爵势力尽数跪地 接下来该侯爵付出代价 让不惜让亲生女儿死于非命 并借此批判皇帝的很多男人痛苦的方法 龙帝想到了他的记事和他的女儿 此时侯爵脸上才终于产生人类的情感开口求饶 龙帝很满意 这样他就不用对妻女动手 前提是侯爵要像狗一样祈求饶命 并尽身让出他的领地 女主替苏菲亚翻译就是 只要侯爵认罪并让出领地 龙帝就答应饶他一条狗命 谁知侯爵却继续作死成口蛇之快 嘲讽龙帝不愧是逼死自己母亲的皇帝果然仁慈 他做上皇位之前诅咒害死了多少人 侯爵借口只是想保护领帝不受诅咒龙帝的侵害 并且没有人希望他当皇帝 甚至没人希望他活着 女主刚想开口反驳 龙帝却表示不管其他人怎么想 皇帝就是他 他也不需要别人的理解 事后女主担心龙帝一个人承受了太多 神龙无奈他虽然笨但毕竟是皇帝 所以龙帝清楚不能被别人小看 虽然他具备一切成为皇帝的能力和气量 但女主认为 像龙帝白天把被人伤害的事情当作没发生过是不对的 如果一直把被人伤害当成理所当然 总有一天会对自己和他人都变得麻木 神龙也没办法 只因这全是诅咒的错 原来龙帝是龙神转世 如果龙帝对人类绝望 那整个世界都要完蛋 女主认为肯定是神龙一直劝他不要放弃 所以才有了现在的龙帝 因此今后要多让龙帝习惯人类 而女主则过上了每天被龙帝口味的滋润生活 很快卡米拉和吉克作为龙飞的守护骑士登场 原来是女主的学习时间到了 龙帝不舍女主不在的时间她好寂寞 在吉克看来 虽然难以置信 但女主对她是有意思 所以她还是有机会的 那么龙帝肯定也喜欢她吧 卡米拉注意到女主手指上的龙飞戒指 如果真有这种东西的话 说不定诅咒也是真的 女主不解为什么龙帝说只要结婚之后 有她在的话诅咒就会平息 又是谁在诅咒龙帝 如果传说也是真的 那大概率就是大帝女神的诅咒 借女主大吃一惊的模样 两人并不奇怪 毕竟女主来自女神建立的国家 听到的传说肯定与这里不同 据说在很多年以前 女神和龙神在如何对待人类的问题上出现分歧 于是一个大陆分裂出了两个国家 而原本应该洗劫连里的两位神明 也因此相互对立 大帝的恩惠转而成为诅咒 过去这个国家寸草不生 直到龙帝娶了一位拥有强大魔力的新娘 作为龙飞 并在两国边境制作了魔法之盾 这才成功抵御了女神对大帝的诅咒 却不料此时苏菲亚送来一封即信 女主看到信封上的自己脸色大变 毫无疑问这是那位变态魅控王太子的表情 女主看完信中的内容直接被干沉没 随着大风将信吹到身后 正好被前来送甜点的龙帝剪到 龙帝没想到那位太子爷依旧贼心不死 竟然还在打女主的主意 女主是怎么也没想到 变态魅控王子是真变态 自己都已经远走他乡了 那个变态竟然还要追上来 并虚情假意说要跟女主讨论两国的未来 事出突然 女主只能被迫换上可爱扬座 苏菲亚认为她本就很可爱 只要拿出自信来就好 或者身上佩戴一些小视频也不错 女主觉得有道理 那就穿个能藏暗器的树袋袋 只因一想到被王子杀死过一次 她的杀意就无法抑制 而变态王子此次前来 明面上是要确认女主是不是被诱过 因此女主要自己证明在帝国过得很好 龙帝小嘴抹了命 可爱卡娃一夸赞都不停 接下来她只需要坐在龙帝身旁微笑 就能打变态王子的脸 却不料女主的表情十分可怕 一想到敌人袭来她就无法放松警惕 只因她很清楚龙帝才是真正的目标 因此她会好好保护龙帝 但她觉得做不出可爱微笑的自己很明 对变态王子只有满心杀意 却不料龙帝粗意大法 女主从刚才起就满脑子的王子 都说爱恨只在一线之间 龙帝误会他们之间是不是有事 但女主没办法说明被王子陷害杀死过一次 所以龙帝改变主意 不想让女主跟王子见面 哈米拉一针剑鞋指出龙帝正在赤足 玩归玩闹归闹 千万要在王子面前表现恩爱 女主答应会尽力表现出可爱一面 龙帝却有对付的方法 只不过可能有点激进 因此要求女主绝对不能生自己的气 见女主保证绝对不会 手卫都看不下去了 这个杀千刀的变态萝利孔 龙帝得意这是秀恩爱最好的办法 只要女主露出满脑子 都是她的表情就够了 却不知刚才那是女主的初吻 女主答应不会因此恨她 但是大逼都肯定少不了 于是龙帝只能顶个巴掌印和王子见面 王子开门见山想问女主一些问题 女主一口回绝跟她无话可说 龙帝解释刚才和女主吵架了 说到底王子也有责任 得知王子想接女主回国 让龙帝感到激怒 当问女主想不想回去之后 就被反手抽了一耳光 并质问龙帝是不是不相信她的爱 女主总算明白龙帝 为什么要把她惹生气 虽然感觉很不爽 王子没想到龙帝竟然会被女人打耳光 殊不知她是会向妻子低头的皇帝 误会解除女主希望王子不要继续纠缠 但王子却依旧死缠烂打 如果龙帝不再需要她的话 是不是就愿意跟自己回去 她知道龙帝的婚约条件是未满14岁的女性 且能看到龙神的存在 只为防止自身的诅咒 但如果女主阻止不了龙帝的诅咒的话 是不是就没用了 王子事先听说了侯爵叛乱一事 也知道龙帝没有处死侯爵 是为了让民众相信她不是被诅咒的皇帝 但中途若是侯爵意外生死的话 话音刚落龙帝就收到急报 侯爵在牢狱中上吊自尽 此时苏菲亚正在过去确认尸体 如今城镇被有心人散播 是因为龙帝的诅咒人心惶惶 女主猜到是魅碰王子搞的鬼 以侯爵之死为契机 并未装成被龙帝的诅咒杀害 毕竟她所知的未来里 自己就是死于这种手段 哈米拉突然告知女主神明传说的后半段 魔法盾挡住了大帝女神的诅咒 女神因此感到愤怒 知道真身无法进入龙神帝国 于是把自己变成一柄黑枪 让人带她进入 女主知道那是魔法王国王族 时代相传的圣枪 总之黑枪穿越海洋 顺利进入龙神帝国 王国的人将黑枪献给当时的龙帝夫妇 却不料黑枪自己行动刺穿了龙飞 龙飞意识到黑枪就是女神 就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 将女神困在了自己的影子里 结果就是魔法盾就此消失 女神也再也无法恢复人样 此时苏菲亚从监狱回来 猝不及防对女主发动突袭 龙帝即时现实 并打算牺牲苏菲亚 也要除掉附身的脏东 龙帝再次出手救下女主 黑枪化为一道人影 表示她才是龙帝的唯一 龙帝不满女主刚才 为什么要阻止自己 这下女主不干了 算而出手将黑影捏爆 两人就如何处置苏菲亚 产生了分歧 女主坚持要保护苏菲亚 并生气那个黑影 竟然自称龙帝老婆 但带了龙飞之介的她才是正宫 龙帝没想过会被人指责不忠 还是从根本不爱她的人嘴里 于是当场下令 将城镇所有女性都集中到城堡 尤其是14岁以上的人 如有不从就地处决 若敢反抗皆是判驳 女主担心这种强硬手段 会激起民众反对 然而龙帝已经没空在乎那些 一旦被黑影找到适合的容器的话 城镇将会陷入灭岭之灾 女主这才恍然大悟 无法回到原本形态的女神 是在14岁觉醒的力量 龙帝只要14岁以下的结婚对象 也不是因为罗利孔 而是这个年纪的人 绝对无法成为女神容器 随后龙帝下令将苏菲亚 带到他的结界严加看管 他愿意为了自己的妻子做出让务 女主是怎么也没想到 龙神和女神的传说原来是真的 而他如今却夹在两神中间 一想到龙帝为自己做了这么多事 女主打算去找龙帝道歉 却不料龙帝也打算找他 神龙让他跟女主道歉 龙帝傲娇自己没有错到什么钱 虽然他不想因此被女主讨厌 女主见状拉起龙帝手上的手 发现伤势还没有复原 本打算拉他进屋用魔法治疗 龙帝却让他不要再对自己这么温柔 让他不知该怎么应对才好 女主抱怨他总是这样 说不想被他讨厌 想被他喜欢 自己却从不愿意靠近他 甚至连他的名字都没叫过一次 龙神刚想解释原因 龙帝却及时制止 或许这样也好 他们本不应该彼此相爱 不然只是地狱的开始 此时守卫暴到镇上出现多处失火 暴动的民众正在接近城堡 龙帝面若寒霜 让龙神保护女主 他反手将不怀好意的守卫全部斩杀 即便他们只是想要保护 和要回自己的亲女 龙帝说过那只是一种保护 要怪就怪他们自己不愿相信 他知道暴动的居民 想要自己的脑袋 因此让其他人不惜一切代价灭亡 剩下的他会全部处理 龙神抱歉 这个结界是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没有龙帝的允许他出不去